你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里是TalkTalkTalk逃生 我们主要分享有关加拿大留学移民工作 以及财富管理的相关资讯 希望能够给你的工作生活带来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哪怕是一点点的娱乐 今天是周末嘛,所以分享一些比较有趣的故事 也是比较听上去有趣但有严肃的故事 就是最近有许多人问在加拿大会不会上当受骗 加拿大有没有骗子 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其实不管在哪都难免会上当 那在加拿大主要有哪些骗人的手段 主要有哪些途径呢 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 所以今天我搜集了一些信息 以往的一些故事 所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希望能够不管是工作生活 能够避免被骗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的频道 就按右下角的订阅按钮 然后按这个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更新 就是提到骗子刚才说的 不管在哪个地方 不管是富人群人都有可能被骗 那我听说的或者收集了加拿大常用的骗子的手段 或者途径有哪些呢 他们主要是通过以下手段进行行骗 第一个当然就是网站 网站来讲有这么几种 第一种就是钓鱼网站 叫fishing website 钓鱼网站大家都不难理解 就是它会发布一些信息 它的网站有的时候跟真的官网一模一样 比方说它会制造一些政府的官网 比方说它会制造一些银行的官网等等 但这个网站是通过其他的链接 或者你搜索到的时候 所以搜索引擎不一定可靠 搜出来的结果一定要再次的验证 再验证 最近听到一个比较热的新闻讨论比较多的 大家可能听说了加拿大鹅 就是加拿大的这个羽人服 Canada Groves 竟然出现了假的产品 那么大家怎么是发现的呢 因为加拿大鹅这个品牌来讲是加拿大为数不多的 目前只在加拿大生产的这么一个产品 这个服装 在这个网站上出现了它的产地 或者是出现了它的信息是在新加坡 来自于新加坡 当然就是有欺骗性质 再有的网站无非就是银行的居多 这就是理财单位 它可能在其他的信息当中搜索到了你的信息 你的邮件也好 就会发给全方邮件 告诉你银行账号怎么怎么变化 你的银行什么什么有异常 需要你登录去修改一些什么东西 这个时候一定要三四二后行 要么就去银行的这个分点 跟他们进行确认 要么就是至少要打电话跟客服确认这样子 当然这些我也收到过 所以我之前跟银行确认过 基本上银行都是说 他们这些信息是不会通过发邮件 或者在网上来通知你修改 在做决定之前一定要跟他们进行确认 那么第二大类比较多的就是邮件 因为北美邮件使用还是比较普遍的 什么都需要邮件 比如说你去注册任何东西都需要邮件 你去买东西 他们想客服需要你邮件 然后即使你是一个干洗店 他也需要你邮件 那这种情况就出现了 你会收到各种各种的垃圾邮件 他们叫scam 也就是这种欺骗性的邮件 比较典型的分为这么几类 第一类就是刚才所说的 跟钓鱼网站相关的 它是通过邮件发给你钓鱼网站 让你改信息 或者改账号等等 第二个就是你跟你的ID相关的 比方说你苹果产品 你有苹果ID 之前我们就有朋友收到这样的信息 苹果是发来了 它苹果ID有异常 就是说它的苹果账号有异常 希望它能够登录修改一些信息 那它差一点就已经登录进去 但是在这个时候 它细心的发现了 这个是苹果公司发过了没错 但是后面后缀根本不是apple.com 而是其他的一个很长串的一个东西 这一看就是假的 它就赶紧跟这个苹果的客服打电话 苹果公司的客服打电话 那边告诉它的所有数据都是正常的 没有出现过异常 这样明显的就是一个骗书 如果你登录去账户和密码 那它那边可能就收录了你的账户和密码的情况 那它就可以用你的账户和密码 登录你所有苹果的账号 如果你跟新闻卡绑定的话 那你的钱肯定就会被消费掉 再一个其他 它会修改你的信息 修改你的图片 你的图片 信息 邮件等等 都有可能会被拿走 所以这也是一个大数据时代 最应该考虑的是数据的安全 那就出现另外一个 之前收到了邮件 说他们掌握了他在学校期间的一些这种照片 需要他打多少多少的比特币 或者是亿特币 这种加密货币到他的账号 如果不打的话 他会将一些比较 他说的是比较露骨 或者影响不好的照片要发出来 还有之前可能收到典型的邮件 就是来自不同的国家 说是 他是谁谁谁的 怎么样 说是 他的客户 总非常的有钱 在什么什么时候 出现了危机情况 他有留下了很多很多的钱 需要处理 但需要找一个人帮忙 看你能不能做这个什么帮忙 有什么什么好处等等 这样一看就是一个 典型的这种欺骗邮件 还有一个比较奇葩的 是这种招聘的邮件 就是我前几天还收到一个 招聘的邮件是怎么样子的 他是 他了解你的信息 他知道你的信息 说了这种大数据 你有可能在什么地方 暴露了你的邮件 那他就发给你 而且这个邮件 他知道了你的名字 并且 然后呢 他发给你个邮件 说 说谁谁谁 我们现在有一个项目 正在干什么干什么 有这么样的一个职位 我们也了解到你正在找工作 这个就是一个心理的需求 他并不知道你的找工作 但是你有可能正在找工作 你就中逃 然后他说告诉你 这个职位怎么怎么样 如果你感兴趣 请发你的简历 什么什么到 什么什么网站 或者到什么什么邮件 那我当然收到的话 我会先看他的网站 结果他没有官网 他也没有 这个公司也查不出来 如果你不细心 就是不注意把简历发给他的话 你的一些个人信息就会暴露 包括你的住址 包括你的电话等等 都会有 那他会进一步 芯片有可能 从一个坑里跳到另外一个坑里 出了邮件 第在的一大类芯片 当然就是电话诈骗 电话芯片 电话呢 他是直接伪装 那他直接伪装成什么部门呢 他伪装成一些权威部门 比方说CRA这边就是报税的部门 到了报税季 就有各种理由 告诉你那个报税有问题 或者你出现了什么情况 需要你打电话 或者需要你发邮件等等 或者是你的税务 你的情况 出现了情况 我们需要紧急与你联系 等等 这种借口来芯片 再一个就是以快递类的 经常介绍这个 这里是DHL为主的 这里是DHL 你有一份邮件 怎么怎么样 如果你不再不联系我们 将在多少多少小时之内 就会给你返回什么什么问题 等等 购买东西 或者没有DHL邮件的话 你就不用管它 如果你真的有 你也要核实 在网上查你那个追踪码之类的 不要轻易回电话 你轻易回电话 有可能就泄露你的一些 他会问你一些问题 你的家庭住址啊 等等的一些信息 然后说你一个包裹是到付啊 怎么样让你付钱等等 再一个他们是包从这个警察 告诉你国际警察 什么国际刑警等等 有这种情况 让你赶紧联系他们 之前就有出现了中国留学生被骗的 这么一个情况 说是国际刑警 说是触犯了什么条例法律 你有什么 必须得配合他们调查 然后让你离开 关机要住在什么地方 不要出来 不要跟任何人联系 尤其是父母之类的等等 那然后他另一边就是通过 跟那边的父母沟通 让父母打签 不然的话就是说 你的子女在我们手里已经被绑架 怎么怎么样 都是听到非常典型的例子 还有的甚至是冒充什么 加拿大使馆的人员 告诉你这个什么证件 或者你有什么问题 要配合调查等等 就是此类的 然后大使馆还发了通知提醒 以免上当受骗 说到电话这边 刚刚之前 因为19年加拿大出了新的法律 分心驾驶是一个会被追查 追究责任 所以前两天刚刚出现了 就是专门骗加拿大这个老人 打电话到老人家里说 我是你的孙子或孙女儿 这样子 然后我是因为分心驾驶被警察抓了 我现在需要一些钱来保湿 我需要一些钱来什么什么处理事情 让老人去汇款 这样子的情况 再有一种就是上门的这种欺骗 上门的威胁性的 如果你不买什么怎么样 假装成什么人员 没修 让你填一些记录 然后让你就是付费 小结一下有哪些比 哪些比较容易行骗的这种 第一个就是网购的骗局 在网购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如果你有 如果是网站一定要看清楚 它是不是真实的这个网站 不要依赖这个搜索引擎 第二个就是电汇的大片 在汇款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这个钓鱼网站 你汇的钱到底是不是真正的 要跟对方去切认 那其实另外一大类 刚才没有提到的就是网上约会的骗局 当然也有一些 也有这种网站 那听说就是有的时候连面都没见 很多人已经被骗了好多钱 再一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雇佣 也就是找工作招聘的这个骗局 另外就有一些预付款之类的 一定要小心 再一个最后就是有发票之类的 比如说他发给你电子发票 让你填一些信息 要警方这种被骗 说到了这种骗局啊 当然骗子芯片 他主要的就是为了骗取你的钱财 或者骗取一些实贵的信息 倒卖 那为什么会有人上当受骗呢 我个人的理解和听到的 有几种 主要的原因有几种 第一个就是 有相当大的实贵 他会让你得到这个实贵 比方说 有一些免费的产品啊 比方说有一些打折的产品啊 比方说 引起人的购买欲 第二个可能他就运用到这个权威部门的这个权威 来对你造成了威胁 本来你认为这些权威部门是我们最值得信任的 原本上不应该被骗 不应该出现骗子的 结果他们用了这个名义 把人们都骗了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心理上 比方说留学生的这些事件 那可能心理上 单纯或者经历少被骗 另外一个就是利用老人的这个同情心等等 构成了上当受骗 既然会有这些事情怎么才能防止被骗呢 其实说实话 防不胜防 防不胜防 在做什么事情之前 应该用到了一句话叫三思二后心 不管是改账号 不管是邮件还是电话 一定要再三确认 如果遇到异常 要及时的跟报警或者是相关部门去联系 求救 寻求帮助 当然也有一些故事 像骗子耍的团团转的 比方说以警察的心思威胁 如果你不来 我们知道你住哪 就会对你就是派人员过去 这个人就会说 你来吧 我在等你 然后我在准备 我需要准备什么东西 你不要挂电话 你怎么还没来呀 等等就跟他周旋 另外一个 如果遇到真的是电话的话 一定要问他们一些更详细的信息 比方说他如果说有快递 因为一些有快递 谁寄来的怎么样 那除了以上所说的片子 还有一种叫高级片 高级片 我之前就遇到过一次 就是什么 也是免费的让你去听讲座 典型的就是我看到了网上 有这个穷爸爸 富爸爸作者 来到多伦多现场的这么样一个讲座 而且又是免费的 我觉得就是这个心里在作祟嘛 我觉得应该去看一看 去了以后 结果妈妈父爸爸那个作者 叫罗伯特清奇 他根本就没有来 就是来的是他旗下的一个公司的什么 做宣传的 而且问他为什么没有来的话 他会说 网上有写 在网站的最下面 最底下 有一行小字写的 他不会到来 他就有种被欺骗的感觉 另外到了现场以后 他们是给你做些讲座 让你热血沸腾 当然告诉你怎么那么好 有些哪些这种方法管理 他就会说我们现在目前有一些更好的这种培训 讲课这种会打折 打得很 而且只有今天你要不要去买 就是在现场 当你热血沸腾的时候 他会推销 那你这个时候如果没hold住的话 你就会燃起了你的欲望 你就会去消费 而且他不止一次 他是利用这种 比方说我这有一本免费的书 我将会给哪些人 会有一套什么管理的什么东西要给谁 要免费送出去 那你唯一要做的 你就要去注册 然后你去听下一次的讲座 能够打多少多少折 不是一万不是九千 是不是什么什么 最后是几百几十等等 就是为了让你从另一个坑 跳到一个更大一点的坑里面 然后你再从那个坑 再跳到更大一个坑里面 这就是现在比较高级的一种 我觉得是一种欺骗 好 啰哩啰嗦就给大家分享这么多 也欢迎你分享一些你的真实感受 你听到的 见到的 或者感受到的被骗 或者骗子的手段 大家一起来分享 然后避免类似的事情发生 如果你觉得这些信息有价值 欢迎点赞 苹果 分享给你的朋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TalkTalk 涛声